因為我們產品是給老師使用的教學平台 所以他們這次的主軸呢就是 有一個互動式的網頁 讓老師在填寫問卷的過程裡 可以了解他自己的性向屬性 那調查完以後會搭配不同老師的特性 給予相關的資訊 讓老師知道怎麼使用我們的學習平台 在實行期間呢我們有三個目標 讓用戶無痛上手容易的教學法 還有解決用戶的禮感雜證 那我在這裡主要是負責行校企劃 包含線上活動的計劃還有執行 跟線下活動去了解用戶的行為模式 因此我們規劃了一個互動式的網頁 結合故事還有遊戲 來瞭解用戶偏好行為模式 在推播適合他們的內容 我負責的目標是整理出 最容易上手的教學方法 會整理與分析現場的教學經驗 並規劃呈現 然後設計發想平台內容的教學使用模式 還有互動網頁的視覺設計 那我主要的目標是解決老師們的疑難下陣 那主要的工作是在整理老師們的問題 以及參加活動中從中去觀察老師會遇到的困難 以及他們的一些心灰模式 那我的次工作主要是在優化某些 部落格網站的內容 以及現在新企劃的UIU查設計 為我們帶來的其實是更多的不同的想法 更鮮活的idea 那其實都會拉緊我們的產品跟用戶之間的關係 還沒有進來衛生時期的時候 我們會不知道要怎麼樣設立自己的目標 然後要怎麼樣去定價 那我們在做企劃的時候 可能也需要注意哪些 就像是他們可能會依照黃金權理論 那第二個部分呢 可能是軟實力的部分 像是溝通跟完查 因為我自己在做的是必須要了解到 老師們在使用平台的時候有哪些問題 那他們的行為模式是什麼 所以這也讓我更需要去觀察老師他們的狀況 一定要勇敢踏出第一步 然後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 然後也不要害怕問問題 就是問對問題可能是在替別人解決問題 然後在這段實習的期間可以想想 就是自己還有哪裡去 需要去學的 然後可以邊做邊學 加強一些自己不足的地方 實習的這段期間呢可以好好把握 因為不管是你的專業或者是工作的環環 都可以不斷地去嘗試找出最適合你自己的 那在這邊的主管也都很熱心 然後會有一些助理 了解 感謝實習夥伴們來參與這次的 暑假實習的program 很希望這次的實習是對你們的人生經驗是很有幫助的 祝福說未來不管你們是不是有持續在 在未來或是延續這次的實習 你們可以在未來的人生裡面找到適合你們自己的職業